充进去了20A的电了 这个是锂电池正在充电 从51.3V开始充的 它这个剩余容量18.3A 这个是不准的 因为初次接上保护板的话 它这个数值是不准的 它需要充满 然后再放光 这样两次之后呢 它这个才会准 现在看一下 现在是54.82V 从51.3V 冲到54.82V 已经充进去了20A 然后充电电流是10A 你看我这边电流表卡在这上 这也是10A 不过这个呢 显示是9.8 马上是9.9A 但是这个表和这个呢 是比较准的 我感觉是它这个稍微差了一点 有没有用过这个机空保护板呢 说一下你们对比过没有 和这个电流表这样对比 这个电流表我以前也经常测试过 这个精度是非常高的 现在你看一下压差也有点多了 0.018 看当时是多少 0.002 咱们看一下 到设定是3.6V 它就会自动停止 咱们等它停止 看能充进去多少电 现在已经充满了 充满的话 刚才我看的是有一截 只要有一截满 达到3.6V 它立马就停止了 看一下 已经停止充电了 充进去了23.44A 看刚充满的时候这个压差 就上来了 0.16V 咱们跪一会儿看看 是放了一晚上准备给它来个电池放电的 看一下一晚上之后最大压差 0.068 这个还是有点大 咱们这时候再卡一下电流 想精度高就先清一下0 按这个 清零 然后再卡上去 11.1 然后这边现在是11 看这个 10.9 看来它这个机空这个保护板 是差了 差了0.1左右 现在56分钟 我放出了10.3 你看这边 10.3按时 这个是挺准的 然后这个负载仪的温度始终是62度左右 没有再往上上 现在电池 电池这个电压3.2V左右了 这种有一截电池到2.6V 它就会停 所以说这个压差很重要 一致性很重要 看这边 咱们是横流11按放电吗 这马上一小时 一小时的话 它正好就是11 你看11按 现在放出了24按时的电 你看这边也是24 这个压差越来越大了 0.086 你看这一串就是最低 2.975 只要它达到2.6V 这整个就放电截止啊 都停机了 这时候再往下放的话 这个速度会很快 看一下最终它能达到多少按时吧 现在25按时 压差越来越大 0.1多了 看来它是最先得达到2.6V 它一达到就停止 就保护了 完了 马上就要触发保护了 现在才25.8不到 不到26 20 马上看好 所以说电池的一致性是多么重要 马上就要停止了 飞容配组是多么重要 你看肉眼可见的往下掉 看好了 欠压保护了 看到吗 这边显示26按时 25.9 就算26按时吧 又过了几分钟 你看它这个自己会回升啊 这个电压 这个板是带均衡功能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作用不大 因为咱们看到 这个一号电池 它是最先达到2.6V的 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 你看现在它自然恢复到 这个16啊 这个呢 是最低2.8V 所以说你现在打开均衡的话 只是把高的电压 给它均衡了 知道吗 而给它这个一号 关系不大 我把均衡电压 调到2.9V了 所以说现在 开启均衡之后 它能这样均衡 但是我感觉 你再均衡给一号 它也上不来啊 它跟容量也上不来啊 现在是压差 最大压差 0.064 让它均衡去吧 聚衡完了 咱们再冲进去电 看能冲进去多少电啊 我想着这个容量能达到28A 那就好了 因为咱们充电的时候 是按每节电池3.6V 最高电压是这个设置了嘛 不是3.65V 放电也不是2.5V 是2.6V 所以说 这个达不到30A 是正常的 但是呢 这个26A 确实有点少了啊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好